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目前看起来 在今天这个数字看起来还好 跟昨天来说差不多 没有持续性的上升 所以今天的话是30万 全球30万人 大概30万8000多人感染了新冠肺炎 4000多人死于新冠肺炎 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 比较稳定的 事实上是美国 美国的话从昨天8万多 调到了今天3万多 35000多人感染新冠肺炎 那英国36000 俄罗斯37000 所以就今天来看的话 全球染疫人数最多的国家 反倒成了俄罗斯 那不过这几个国家 都是3万多 所以我觉得也就是正好比较一下 我们刚讲到说像美国35000 英国36000 俄罗斯37000 但死亡人数呢 美国300多 英国30多 俄罗斯1069 所以我们会知道说呢 所以相对来说 英国的死亡控制的最好 美国的话其次 俄罗斯的话呢 是很高的了 所以等于是美国是英国的10倍 俄罗斯又是美国的3倍 所以比较起来的话 看起来俄罗斯的死亡状况 真的这个压力是还蛮大的 所以这边讲到就是说 昨天就特别提到了 东欧地区的国家的话呢 事实上这个今年的秋冬 在疫情部分是会拉警报的 那这部分包括了像俄罗斯 包括了邻近的像是乌克兰 罗马尼亚 这个今天这两个国家都还是在 1万多上下 这个乌克兰1万4 那这个罗马尼亚9000多 但是他们的死亡人数相较来说 都是好几百 所以整个的东欧地区 目前看起来就是他们的疫苗的覆盖状况 其实还蛮不足的 所以也因此的话呢 目前看起来染疫的 这个人数增加的话呢 事实上带来的依旧都是一个 让人家觉得很紧绷的 然后呢重症 住院死亡人数会偏高的一个状况 所以那就是在目前俄罗斯跟东欧 东欧啊 那所以就欧洲本身来看的话呢 包括像匈牙利啊 这个塞尔维亚 比利时 荷兰 所以等于是东欧 东欧西欧都有 大概都5000多 所以整个的欧洲的话呢 相对来全球来看 还是呢比较严峻的一个一块大陆 所以这边是16多万人呢 感染了新冠肺炎 好 那这个呃 再来就看亚洲 这个亚洲部分的话呢 其实整个来说是蛮缓和的 所以能降到10万以下 只有两个国家是破万的 这个土耳其2万7 印度的话呢是1万1 那东南亚 像伊朗啊 中东地区的伊朗的话呢 这几天啊 看起来真的是好消息 已经降到万以下呢 持续像看起来像是个趋势了 这个蛮蛮多天的了 他今天的话呢是7000多 所以是持续性的 这个缓和下来 所以这对伊朗来说是好消息 那这个东南亚地区也是一样啊 目前东南亚地区的话呢 最严重的是泰国 泰国呢也降到了8000多 那另外的话呢 马来西亚菲律宾4000多 越南新加坡3000多 好那这个嗯 接下来就是南韩 这个南韩1000 1100 他们在11月开始 也打算要跟病毒共存 要放松一点点 这个相关的防疫措施 那日本的话呢是236 所以看起来很缓和 中国39 这个台湾8 那中国的39的话呢 他们这个有关于自驾游啦 这个十一长将呢 所带来的啊 跨省的11个省份的这个亚裔呢 目前来看的话呢是持续性的呃 就是紧绷哦 那所以呢他们目前这几天而采取的一些相关的防疫措施啊都还蛮严格的那对于北京来说的话呢甚至建议啊这个没事就不要出去啊那就是目前看起来呢严阵一带我想就跟北京这段时间有蛮多的啊这个政治的一些重要的会议要举行 实际上是有关系的好所以呢 即便啊这个目前本来是说不要啊以清零为目标的但是目前看起来呢中国对这一波的秋冬季节呃这样这个39期坦白说就其他国家来说算是很低的一个染病的人数啊尤其呢那这个呃中国大陆十几亿人口啊但是他们现在还是啊都非常的严正以待好所以呢就是有关于呢整个的疫情那我想今天最重要的跟疫情有关的消息是来自于美国了啊这美国的话呢他们呃呃 呃拜登在昨天终究签了而有关于呢他十月八号开始呢到底要怎么样管制边境啊那这个部分的话我想第一个就是对于台湾来说的话呢跟美国是交往很频繁那不管是留学啦啊这个移民啦呃然后呢经商等等了那更不用讲也希望有些旅游那过去的话呢这个美国是给台湾一些比较呃优惠的对待啊所以我们并不在他的一些禁止的范围之内啊在这一次的话呢通通一视同仁 我想这是重点一那重点二的话呢美国他的一个边境的防控向来会成为全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局啊所以美国怎么做很多其他国家的话很可能啊会因此而分歧校优啊所以我们要看的是第一个台湾已经不在啊这个优惠的范围之内的所以呢到目前为止的话呢等于就是从11月8号开始没有打过完整两剂的 有美国FDA或是呢啊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核准的那六款疫苗的话呢就不得入籍啊所以意思说你要持完整的施打疫苗的证据证据而且还要有啊这个三天之内的啊这个相关的核酸检测要阴性报告的话呢才可以入到美国之内啊所以简单说对台湾来说的话呢打高端的是进不去的啊 那哪六项呢哪六款啊这个所谓的世卫组织我想大家应该都背的出来了啦啊就莫德纳啦BNT啦然后呢Johnson Johnson那AZAZ的话有两款啊这个AZ是属于呢阿斯特杰利康的有一款印度版的AZ呢是另外一款那再来的话呢就中国的国药还有中国的科兴啊事实上是在内的啊所以他这个参考的就是世卫组织啊所以呢第一呃第一次消息出来的时候本来还没有AZ还没有中国这两款啊 啊只有那个莫德纳还有呢BNT还有呢啊这个嗯Johnson Johnson啊但是现在看起来呃又加进去了等于是依照世卫组织的啊这个标准啊所以目前的话呢台湾的高端不在此列啊所以如果只是4施打高端的话呢就不能够进到美国不事实上呢对台湾来说要能够目前11月8号开始可以进到美国的也只有26%的人了因为只有26%的人呢施打了两剂啊所以完整的覆盖的 好那呃这个部分呢目前看起来的话呢就是这个样子那ok再来另外一个就是说混打啊针对呢现在全球越来越多混打啊那到底可不可以接受目前看起来的话呢美国决定啊因为混打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呢很普遍了因此混打任何两剂啊这个获得 认可的疫苗就那六款里面你随便混打我想当然不见得给要随便啊只是他他们有足以列出来啊那就说只要是混打的话呢而且是完整接种的话可以入境美国但是要特别注意这一这句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重要的科学性的参考 两剂的间隔不得少于17天啊所以呢这个先前我们谈到过有些可能呃去一趟美国想要说尽快的有个完整的覆盖啊这个保护呢再回来所以呢间隔就是季与季之间的很短的时间但是真的啊这个时间太短的话呢除了你时间有效率之外就整个的防护力来说的话呢其实反而是呃比较糟的没有办法发挥防护力啊 所以他这边讲说不能够少于17天啊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就说如果少于17的话基本上你的防护力是没有的了啊ok好那这个部分的话是一个特别强调那当然还有就是说你施打的两剂啊这个完整的覆盖的话都是要在两个礼拜以上啊确定是要两周前施打过这个两剂的才可以啊这个进到美国因为他在两个礼拜之后才可以开始发挥比较完整的一个防护的效果大概来说是这个样子那未来可不可能扩大 认可相关的疫苗呢据美国的啊这个媒体报道据美国的资深官员表示啊呃这个几率恐怕不高啊所以呢等于是我们如果尽量的让人要去争取了争取高端了跟未来如果还有联雅等等啊但是目前看起来美方的话呢还是啊这个倾向于接受由世卫组织呢所认可的这六款好那如果这样的话等于是我们可能从世卫下手也可以或者从美国下手也可以都可以了啊去尽量去争取要不然的话呢过去打了高端的朋友啊 呃如果你想要出国去玩我就说了可能不止美国因为他会有一些呃仿效的效应或者一些参考的啊这个基准在那个地方所以对打高端的人来说的话呢就就很伤脑筋了我说我想这是个政府的责任了啊因为呢推国产啊是我们大家希望的但是呃也期待第一个他第三期能够做的完整 取得大家信任度啊第二个公布他的防护力啊那第三个的话呢也因此就可以去取得国际当中的正式的认证啊跟呃这个大家的呃同意啊那就可以尽可能的可以周游全世界都当然是大家所期待的了啊OK好所以呢这是有关于打了疫苗啊才可以进美国的相关状况那有没有但书呢有但书啊有五种人呢可以在没有完整接种疫苗的状况底下呢入境美国 第一个没有满18岁的孩童跟青少年第二个呢呃参与了啊这个特定的COVID-19啊临床试验的参与者再来的话就是你打疫苗可能有特殊的禁忌不能打的人那或者是一些紧急或人道的因素必须要进到美国的人但是你必须要有些相关的和可啊那最后就是我们续续再回来说 好回到啊来宣时间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了是11月8号开始啊这个美国的话呢他等于是边境啊这个出现了一个蛮重大的这个在规则上面的尤其针对疫情呢这个蛮大的一个重新的啊这个在等于是呃在重新的确认啊然后呢你定一个新的啊这个调整新的一个呃入境的呃做措施啊那就是我们刚讲到要打疫苗所以简单来说就是疫苗护照了那过去其实美国内部 有些争议啊这个疫苗护照有没有一些不公平性啦然后有些人对于呃疫苗可能他可能不能打的或者他等于是对疫苗确实啊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的那是不是可以用这个国家的啊这个强制的权力去要求所有的人都是要一视同仁等等啊有埋动的争议啊那所以呢也因此的话呢这个美国总统拜登啊在签署这个相关的规定的时候还特别做了一些说明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呃这个部分啊就是说他为什么摒弃了 过去只是一个一个很很很针对性的针对不同的国家来来拟定呢这个呃入境的措施然后呢比较不倾向于采取疫苗护照但现在的话呢决定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呃目前看起来全球啊这个施打疫苗的呃人数啊也越来越多国家啊也越来越普遍 他说呢目前为止他们所统计的啊这个到10月24号为止全球已经有29个国家的疫苗的覆盖率超过了70%啊很多的国家也正在努力啊这个鼓励民众打疫苗当中那OK所以呢很多的国家也把这个嗯施打疫苗的完整覆盖啊这个列为入境的考虑啊基于种种的事实以及一些状况那为了呢维持 呃这个安全的恢复国境啊这样子的呃概念所以他认为这么做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了啊所以呢其实对美国来说只要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啊他的这个政策啦等等是都会不断的啊这个调整为调的OK啊所以我们刚讲到是这样子所以啊这个在维武啊这可以的比较通融的就是说呃不受到疫苗规定的啊那所以我们刚讲到了第五类的话呢就是呃 呃这边讲到第五类呃就是OK来自于疫苗的完整是呃接种率啊10%以下的国家而意思是说呢他也铁亮道说很多国家很相对来说比较呃可能落后是没有办法取得疫苗的他就是没有啊这个办法有完整覆盖整个国家也不过才10%那么比例当然就低了啊那OK所以这部分的话呢但是他可能也有啊这个到美国去的一些需求啊所以呢他但是他必须 不是啊这个要来要来旅游的啊所以意思就是他可能要恰功的那么可以有一些特殊的啊这样这个通融啊所以意思是说如果说你的国家里面呢完整接种率相对来是高的你却没有接种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没有办法进到美国大概来说逻辑是这个样子了啊好所以呢这是目前看起来呢在今天啊这个有关于呢美国他们很完整的去说明11月8号开始啊哪些人可以入境美国而且呢全球是一视同仁的 过去呢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规定啊现在目前通通取消就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呢呃相关的规定还有五种啊可能可以啊这个豁免的特殊考虑的这些人啊所以对台湾来说的话呢这个就是一大呃提醒了啊一大警讯了对于打高端我们该如何的争取啊让打高端的呃国人能够啊这个顺利的出国而且呢我们刚就讲了啊担心其他国家也会比照啊这个美国的这个相关的 规定那再一个就是我们的呃速度了啊所以我刚算了一下啊呃这个这个陈迟东啊他昨天又被问到说呢到底台湾啊自己本身什么时候要开放边境他说是呃大概第一季要七成第二季要到达六成才可能呃逐渐的开放边境那我们现在第二季的话呢达到了百分之二十六点三就是有六百一十六点二万人施打了第二季那所以依照这个 两千三百多万人去计算的话呢大概还差八百多万剂哦要打完哦大概就是百分之百的覆盖那如果说呃这个打到这个差不多是六百哦没有打到六百多万剂我刚讲再六百多万剂是覆盖到六成哦所以等于是我们还要再有百多百多万人去施打那同样当然意思是要有那么多的呃疫苗可以进来OK好所以大概来说是这个样子好所以对台湾来说的话呢可能还要等待 在一段时间好的但是呢呃高端啊的争取我想是马上啊就是在眼前好所以呢这些是跟疫情啊疫苗相关的讯息提供给大家接下来一样看的就是欧美股市好我们来看呢这个欧美股市呢在昨天是多半是上扬的啊我们先从美国开始看起 而在美国道琴贵指数上涨了六十四点一三点收在三万五千七百四十一点一五点涨幅是百分之一点零点一八那下指数上涨一百三十六点五一点收在一万五千两百二十六点七一点涨幅是百分之零点九而CPU版的上涨百分之零点四七另外呢费城半导体涨了百分之零点六六好这是美国股市那欧洲的呃股市的话呢看起来啊 唯一一个跌的是法国这个法股市跌了百分之零点三一另外的话呢德国涨了百分之零点三六英国涨了百分之零点二五OK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大部分看起来是这个呃财报带动的了啊这个财报目前就美国啊这个相关的统计比方书啊这个标准普尔五百呢成分股啊这个一百一十九个家企业当中目前已经公布财报的话有百分之八十三点二的企业呢 表现都是优于预期的啊所以呢预估就第三期的利润会增加百分之三十五啊所以看起来的话呢都还是表现不错的就整体来看即便啊有一些啊比较大型的啊这个指标性的公司啊看起来有一些不同的话题不同的表现啊但大致来说的话呢都是因为呢这个财报啊带动了这个股股票啊这个相关的最近的股市了还不错那OK那这个礼拜的话呢就是美国的五大科技巨头啊这个礼拜 就陆陆续续的呢都要来啊这个揭露最新的财报的数据那脸书啊在这个昨天的盘后啊率先打通证那所以目前的话呢还没有嘛但大家也非常关心他的话就是这段时间的丑闻啊还有的话呢就是我们昨天讲到的呃有一个叫snap啊他的嗯他的这个数位广告啊是个受到脸受到苹果的隐私政策的影响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会不会延烧到脸书我想这是大家所关心的 啊所以呢在今天比较后续的一些呢股股市的表现来看的话呢脸书啊是大家呢会非常关心的一个重要的指标那么休息再回到现场 好回到蓝薰时间啊这我们刚刚讲到的是欧美股市啊那这个欧美股市里面的话呢这个礼拜的登场的这个五大啊这个科技公司是关大家关注的焦点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是脸书啊那因为他最近的话呢一些丑闻的关系等等等啊所以呢他的 这个脸书的表现啊可能更受关注那再来一个的话呢不算在五大科技公司里面啊但他最近的表现呢也是吓吓叫的那就是呢特斯拉啊所以特斯拉的话呢在今年看起来已经连续好几天了啊他的股价呢都是上扬的他昨天呢又持续涨而且呢还涨的啊这个算是暴涨啊涨了百分之十二点六六那为什么呢啊因为他突然间多了一笔非常大的单子啊这个单子呢是来自于美国的 租车龙头啊这个赫兹啊赫兹他向啊这个特斯拉购买了十万台的呢呃这个model 3啊他的这个电动汽车那作为租车之用啊那所以呢啊这个受到激励因为马上啊光是这一笔单子就让特斯拉上个礼拜五啊才说他的市值呢突破了九千亿美金的大关结果在礼拜一这个礼拜一就已经飞越了啊 这个兆元美金大关了啊所以呢呃这个特斯拉已经真的是经费习笔了他整个市值啊是突破了兆元啊这个美金的俱乐部了这个进到这个俱乐部里面好所以呢这个已经可以跟了这个五大科技公司啊大概可以并肩齐坐了OK好所以呢这个嗯相关的电动车的概念果真的是未来这段时间一直都很夯啊所以你看全球啊各大的传统车场也好就是有两种啊这个领域的人呢 都跨到这个电动车啊一个就是说原本传统汽车他就增加他的AI啦增加他的这个相关的IT啊这样的一个能力啊想办法去进攻啊这个电动车另外就是原本做IT的呢也觉得说哎我是不是可以跟其他的传统这个汽车来合作啊所以这个快市场呢也因此呢竞争非常的激烈啊好那这个部分呢是讲到这个嗯特斯拉已经连续好几天啊都是表现很好然后呢股价的不断的上扬好所以呢 这个部分是另外一个呢受到关注的话题性的个股啊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回到整个大的啊这个嗯气氛啊大的这个结构那就是呢有关于通膨的状况目前看起来美国啊这个针对通膨的啊看法啊确实还是有分歧昨天才讲到说联总会的主席鲍尔啊他也承认了这个通膨应该不是暂时的可能会延续一段时间但是啊这个美国财政部长叶伦 他是前联总会的主席啊他出来强调他说呢美国对于通膨并没有失去呢控制力啊他的意思说目前的通膨他特别强调是供应链瓶颈所造成的通膨他认为还是暂时的啊所以他预期这个通膨率的状况虽然最近看起来还蛮高的他认为到明年的下半年应该可以恢复正常OK好所以呢这个部分看起来还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了啊那因为不同的看法会影响到相关的决策 尤其是美国央行也就是联总会的决策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是是重要的不过目前呃这个鲍尔的出法他认为说呢可能同膨还会持续蛮长一段时间不过叶伦的说法说到明年下半年坦白讲那那也那也还是一段时间了啊所以呢跟大家说很快的可能马上呃这个今年年底啦明年初就可以啊这个物价下来可能不会那么快啊可能还有一段时间好所以这个部分我相信是必须要做好一些相关的心理准备的 不管是个人啦啊这个企业啦政府啊如果有办法的话呢应该去想办法调节物价啊让这个民生的物资基本上至少是平稳的那对经济的复苏来说的话呢也应该不要造成太大的压力OK好我想这是大家最关注的一个通膨的呃关注通膨的原因好所以呢这是叶伦呢这个目前的说法啊跟这个嗯鲍尔不太一样OK好所以呢这是我们今天看到比较重要的一些呢国际财经的讯息 那就欧洲来看的话呢它是温和的上涨啊大概来说是银行跟商品类股呢涨得比较多那另外的话呢工业类股啊说是被这个债券殖利率啊走高的关系下挫而抵消另外的话呢电信类股的表现比较不好那我想大家更关心的应该会是油价了啊这个油价的话呢跟最近这段时间物价跟通膨是息息紧密相关的啊那在今天看起来的话呢油价还是持续的呃上扬纽约还好啊这个涨了 一点点之后大致持平呃纽约部分的话呢最后是收在83.76块钱美金那伦敦布莱特原油呢是小涨了0.5%收在每一桶85.99块钱美金好那我觉得这个油价蛮值得讲的部分的话呢就结果论当然就是它会会不会影响到通膨跟物价但是呢就原因的呃促成目前我们就要关心好几个变数啊那其实很大一个变数跟能源短缺有关能源短缺的话跟天气 有关啊这跟冬秋冬季节有关那这个部分当然也跟啊这所谓的减碳啊所以呢也就是11月1呃11月1号要登场的全球气候变现会议有关啊就大家都非常努力的希望能够减碳啊但是呢似乎碰上了疫情之后呃这个减碳加疫情然后就让整个能源的短缺啊这个绿能上不来的状况等一下雪上加霜所以这是一个但是呢就纯粹天气的部分的话呢冬天来的到底怎么办好所以你就会跟反圣阴现象有关啊那最后 最近这几天呢其实讨论反圣阴的话题还蛮多的啊但是反圣阴是不是直接的就会呃这个勾连到啊这个全球的冬天都会很冷未必啊那我想针对台湾尤其未必那更不用说就美国就欧洲来看的话要看你处于呃这个太平洋的啊什么地方了啊因为一般来说的话呢呃这个所谓的圣阴现象啊他比较来讲的话呢就是指的是呃就反圣阴现象 比较指的是东太平洋赤道海温啊偏冷的一个现象所以他会影响到一些呃周边的这些陆地跟国家但是并不是全面性的啊所以比方说在今天的话呢我看到这个相关的啊是呃国际这个气候相关的组织啊他们公布了一个2021年到2022年的冬季展望他们预测啊这个美国将连续第二年的发生反圣阴现象但是啊他特别强调的是他会使美国的南部 南部跟东部的气温高于正常不是低哦是高于正常但是呢太平洋的西北部啊西北部的部分的的呃的气温将低于正常那整个平均起来的话呢冬季的整体温度会高于正常啊所以就变成说是就整体来看美国的话呢还并不会啊这个说今年冬天特别冷但有些地方的话还会特别冷所以这个地方可能特别需要能源啊所以呢就欧洲来看的话呢也因此会有一些不同的说法了啊 那至少到目前为止看起来呃像美国他们在呃美国的国家海洋跟大气管理局啊他们就是我刚讲到这个NONNOAA啊他预测的话呢11月份的第一个礼拜啊第一个礼拜其实美国的东南部跟中西部大部分的温度是低于正常他就有点起起伏伏第一个是起起伏伏依照时间点起起伏第二个在地理的位置上面来说也会不太一样啊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呃得要再观察 下去了啊所以呢目前看起来呃眼前11月第一个礼拜的话呢显然美国会更需要供暖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男员就会需要但接下来其他地方也未必这个样子 好回到啊来轩时间啊什么刚刚讲到的是呢这个呃天气啊到底在今年秋冬的话呢是不是会非常的寒冷啊那因此呢导致了这个能源的短缺呢更加的严峻啊所以呢这边就要讲到所谓的反圣因现象那ok呃在前两天我还看到呢 这个我们的气象专家吴德荣特别强调他也是特别提醒就是说其实这个部分的话呢跟台湾啊所处的这个亚热带地区并没有直接的勾连啊所以呢反圣因现象呢若干地方啊会特别冷但是呢并不代表台湾今年的冬天呢会很冷啊但是呢目前看起来欧洲方面的话呢天气预测却还是蛮冷的啊那所以呢他目前可以取暖的这个天然气的起伏价格持续性的飙升啊所以到目前为止又飙升了12%了 所以只是说是近三周来的高点啊所以总而言之呃这个气候的部分我们大概了解一下但是就整个的能源短缺来看的话呢至少在欧洲部分的话呢还是啊呃蛮严峻的啊那ok所以呢整个的油价啊这个压力还是非常的大好所以呢这是我们刚才讲到有关于呢 这个能源短缺啊这个相关的话题ok那再来当然就是呃接下来我想大家都要会去关心的这个气候变迁的峰会了啊那只是说现在真的是眼前啊这个状况大家都纷纷重新啊在呃启动了燃煤的发电啊这个对于现在减碳的目标至少就眼前来看的话呢是还蛮蛮糟糕的啊这个ok所以呢这个部分总而言之是有点尴尬啊不过好呃这个拜登啊 他也特别的强调就他希望啊能够再呃去啊这个参加啊这个气候峰会之前相关的一些有关于美国啊他在呃一些绿能啊有一些减碳啊相关的一些预算支出他希望呢能够尽快的通过达成协议啊因为目前看起来的话呢民主共和两党目前呢还在啊这个拉锯在拔河当中因为他的那一大块的啊这个总包的呃这个几兆美金的预算里面有一块啊是专门 针对的是减碳啦绿能啦啊这样的一个呃新兴产业啊这方面的一个发展那他希望能够再参加呢苏格兰的啊这个这个气候峰会之前就能够有这个好消息带去啊ok好所以这部分是我们讲到呢这个气候峰会跟能源跟目前的疫情跟经济的复苏啊都有关系的很复杂的相互牵连好那这个除了这个相关的话题之外啊在国际之间的话呢呃也有很多一些地缘政治的发展 对台湾有关的大家关心的就是最近这几天啊这个拜登连续两次啊讲到要协防台湾要防卫台湾啊但是呢现在白宫接下来是国务院啊都出面澄清说没有没有没有啊这个美国的啊这个一中政策没有改变啊拜登只是只是说说嘛他也没有说他们自己总统只是说说啦只是说我们的总统并没有改变啊这个相关的对中政策并没有改变呢这个一中的原则啊那所以呢那到底拜登为什么这样讲啊 啊讲的是什么意思呢那当然现在大家都各自揣测嘛有一个是说他可能呃嘴快啊那就是没有那么精准就说出去了但当然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他其实是两面手法啊就他嘴巴说呃没有是法律的啊这样子的一个嗯要件啊不构成法律要件啊就是你拿出美国的文件也好啊这个对对中国大陆正式承诺也好他都没有改变那口头上面说然后再由官方出来否认那达到了 某些啊这个对中国大陆施压然后强调希望能能够对台湾啊能够更加友善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这也是另外一种可能的分析我觉得除非啊去证明呢这个拜登真的是呃先前选举的时候说他有点痴呆什么的否则的话我是觉得他两手策略的几率比较高了啊就是就一个总统来说他也不会随便说话啊他今天这样子说但是呢又不希望得罪中国大陆啊所以在玩某种程度的两手策略为什么这样讲啊因为呢拜登啊 他昨天又做了一个决定啊他决定呢呃这个决定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就他打算在呃明天明天的时间就是明呃就是26号吧啊这个今天就是已经26号了啊这个东协啊东协他们有个视讯高峰会拜登第一次要参加这个东协高峰高峰会就过去美国来说他从来没有参加过又是没有以总统的成绩来参加过这个东协高峰会那你可以理解说呢东协实际上在过去这段时间这么多年来的发展 都是一几乎是以美呃以中国为主导那中国也非常积极的呃想要去影响到整个的东协那所以呢不管是在呃军事的战略的部署上还是在经济当中的一些影响力上啊他其实以经济为前沿带着整个的呃政治的的目标在背后东协是一个呃这个等于是论这样讲是一个中国的主场了但是呢今年呢很特别拜登他决定参加这个东协的视讯会议啊那却反制中国大陆的 呃这个安排啊或这样子一个目的我觉得非常的明显了啊那ok好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是啊这个拜登啊他打算要去参要参加这一次的东协的会议那里面特别提到说呃这个拜登啊在会谈当中可能啊会谈到有关于这段时间东协的国家也对美国就是说你虽然跟我说你要我们一起反中的第一个我们在地理位置上面来说我们跟中国那么靠近我们就这个经济的往来上面这么的重要 那你们又没有给我们那么多够多的保证啊以前大家会说在这个印太地区经济靠中国军事安全战略靠美国但是呢自从阿富汗的事件之后很多的一些美国的盟邦包括东协国家都觉得你没有跟我那么多的保证包括四方会谈你选择现在找这些那我们呢啊印度很重要澳洲很重要那那其他的国家重不重要啊 那这个在你们认为的岛链上的国家重不重要那过去很多也都是美军基地所在等等啊所以总之呃这个一般的的说法分析家认为拜登在这一次会谈里面会专注在呃这段时间当中那么focus在呃这个印度啦澳洲啦日本的呃交往同时他也必须要去安抚啊 这些东协国家说你们也很重要啊那这个四方安全会谈不会取代我们跟东协之间的曾经有过的承诺大概是这个样子ok好所以呢这个问题会看到呢在印太地区美方啊他不断的加重哦在这边的呃筹码也好他们的关注度也好啊呃目的很明显就是持续性的反制中国ok好所以呢这个部分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在今天蛮重要的话题那再来一个的话呢是呃这种比较遥远一点 但是就呃北约啦跟土耳其之间啊的关系也都是很重要的就是呃爱尔段他本来前昨天啦昨天的消息说要驱逐十个国家的大使啊那为什么要驱逐的十个国家大使呢因为他们有一个反对派的领袖被这个呃爱尔段拘禁啊然后这十个国家大使觉得你不忍道违反人权啊就联储声明那二段的不高兴啊他他还蛮专制的坦白说呃打击疫情的不遗余力啊他就觉得你敢这样的干涉我国内的驱逐 那今天有了转环 好回到啊来生时间啊什么刚刚讲到的是啊这个土耳其啊那这个土耳其的话呢其实因为跟欧洲的关系很紧密嘛啊那光光因为他就是一个欧亚的桥梁啊那光光就呃难民来说好来来说好了他就非常重要啊那大批的像叙利亚的当初呃的一些呃内战啊导致的一些大批的难民呢他们就涌向于他们心目中的一个美好的地方呢就是 就是呃欧洲所以都几乎是行经啊这个土耳其所以对于呃这个欧洲来说的话呢最好的方法就是拜托土耳其啊我给你钱那请你帮我把这些难民呢留在这个地方那呃做一点点过滤也好或者就就就地安置也好所以这是过去啊这个一两年间我们在谈到难民问题的时候呃这个在欧洲啊他们面对的处理的方式之一就是要靠土耳其啊所以土耳其的话呢在地缘政治上也好在这样的一个难民的 安全法的角色也好非常非常重要啊像过去梅克尔就就就拨了相当啊这个经费啊这个给土耳其来解决他本来是非常的呃拥抱啊我们在介绍梅克尔传的时候也特别谈到嘛啊他是在那个人道的立场啊自己曾经就像是啊在东德就像是一个政治难民一样啊 所以他非常可以去呃体谅啊这样子的一个呃处境所以他是呃张开双臂拥抱难民啊但是后来呢因为内部啊这个德国政治的问题啊所以也必须让他有所有所节制啊那所以他也有因此就请托了呃土耳其来帮忙处理一些啊这个相关的难民等等那所以呢对于啊土耳其来说的话呢你们这些欧洲的国家的大使敬感啊这个联名啊要求我来呃管我怎么样处理我的意义 人士啊所以呢在昨天的消息就是他说火大了啊就要驱逐这个十个国家的大使所以你会发现呢国际现实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欧洲在我们的呃心目中相较于其他国家他其实在人权的主张当中在人道的啊这样的一个关怀里面事实上是高过于甚至高过于美国的啊但是碰到这样的一个呃地缘政治跟政治当中的复杂性跟重要性昨天啊这一些呢呃原本十个国家的联合声明啊 要求爱尔断呢呃这个呃就是妥善处理这个反对党领袖的他们收回了哦他们呢发表另外一个声明尊重土耳其法律不干涉内政OK好那所以呢这个当中就是一个妥协了啦哦那所以呢爱尔断就觉得哦使节们已经收回指控了相信他一定会更小心的哦那话就也讲得很很很很硬了哦所以呢OK目前呢潜在的外交危机呢因此而稍微落幕了所以显示出来欧洲需要土耳其的 地方还很多但是我觉得这也就是对于爱尔断来说呃其实先前啊之所以有十个呃大使会看不下去啊这位因为呢在土耳其啊这个境内这个六十四岁的一位商人慈善家叫做卡瓦拉的啊他已经未尽审判被关了四年了啊那但是他也不过就是嗯主张他认为土耳其应该要政治改革要民主啊那主张言论自由等等的那当然啊这个爱尔断觉得他没那么单纯 他觉得他就是背后有西方势力在支持他呃然后呃所以呢甚至哦这个2016年的流产政变是他搞的啊之类的OK好所以呢其实在呃本来大家对于土耳其的爱尔断啊这个执政那么长的一段时间在一个稳固的权力基础下应该可以进行相关的民主改革但是就在2016年的流产政变之后呃爱尔断非常变得非常的多疑非常的变得非常的严厉啊那所以所有的 一几哇通通的呢呃杀的杀关的关啊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事实上是土耳其目前看起来很严峻的啊这个国内的政治形态但他不容外界来 赶指跟指指点点好所以呢这就是国际现实了啊那另外的话呢是在国际间另外一个在今天蛮重大的消息那就是苏丹苏丹的话呢发生了政变啊那这个政变的最新的消息昨天呃凌晨啊发生了军事政变啊所以他们的过度的 总理啊阿普杜拉哈姆杜克啊这位西方本来还蛮支持的这位人啊他就是遭到软禁而且呢他的政府内部有大概说有好几名的部长啊也被逮捕也被软禁啊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呢说呃有一支军队将总理送到了一个不明的地点OK所以现在苏丹一团乱啊那这个苏丹在过去这段时间其实也内部就是不断的有很多的纷扰了啊就是他们跟一些反对派的呃反对势力呢 在不断中间有很多的一些呃和谈谈判那他们的呃这过程当中也是抗议不断呃然后呃所以呢内部啊这个就包括说抗议然后这个苏丹的啊这个总理他处理啊这抗议的方式那双方彼此之间的讨论啊那包括苏丹的总理也还蛮硬的啊这个在过程当中拒绝妥协 呃本来啊这个反对派是要求解散政府重新再来进行选举他反对啊等等啊所以导致了现在突然起啊就是过去段选就已经有点乱了了啊但是呢最新消息突如其来的军事政变啊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呢已经多名的官员政治人物呢遭到逮捕被呃软禁啊等等 那现在呢最新的消息包括联合国的安理会要紧急召开闭门会议讨论苏丹危机啊因为他们的文人政府很可能会被推翻呃OK好那这个再来的话呢美国也强力的谴责啊这个苏丹的政变要求军方释放呢目前呢在拘禁中的这些呃官员所以呢这是目前看起来呃最新的状况那在除了啊这个有我们刚讲什么啊阿布鲁 多拉所组成的文人政府啊这些官员遭到软禁的此外了啊这个其实在街头上面也并不平静啊这边是苏丹的医师公会透露目前呢在街头上至少有三名抗议者遭到军方枪击身亡那大概有八十多个人受伤OK好所以呢这是目前我们看得到来自于苏丹啊这个最新的消息好所以呢这些呢都是看起来啊国际当中确实并不是那么的平静 啦啊OK好那再来的话呢回到台湾啊台湾目前呢的话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还是啊因为疫情趋缓了啊所以呢到底呢是不是可以呢呃在11月2号就会要到了啊到底呢这个放宽防疫的措施可以放宽到什么程度那春节的话呢呃大概可以怎么样做但是呢这个最新消息啊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这个只有谁把他放在头版头条就是说陈志宗说我们呢要打到超过六成我们的边境 才可以开放也因此春节回家的人我们的国人也必须要维持14天的检疫啊就是说本来有一说是不是可以呃放松一点啦啊然后隔离时间短一点啦但是目前看起来的话啊还是不会做调整而且返台的人还是要定妥防疫旅馆跟集中的检疫所所以本来有一度说啊是不是可以居家隔离的啊那时间缩短的目前看起来好像是都不打算这样子做了 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已经应该不是如果啦已经定了啊那所以我想春节返家的呃如果你有亲朋好友的话可能就要请他赶快啊那这个部分的话嗯应该啊这个目前我们的防疫旅馆真的是大爆满啊尤其如果说你要住起来比较舒服一点点的啦啊空间可能稍微大一点的啦或是餐点可能要好一点的啦哇这个真的是呃一防难求OK好所以呢这个部分是讲到防疫的部分啊那OK 那这个中国时报的朋友要报道的是呃中国还是要求就是目前看起来了这个中国大陆跟范蒂冈之间的关系啊似乎有在升温啊但是呢如果说要进一步的呃有发展的话那么他要求台犯之间要断交啊那OK所以要断交之后才可能去谈呃中范之间的建交啊所以他们的目前看起来的相互的往来就是意大利的媒体报道的啊就是说其实 呃呃就限限入僵局了那本来的话事实上呃教廷啊是希望说在北京可以先设大使馆啊所以这个谈到要设大使馆坦白说就已经对我们来说是蛮大的警讯了啊那只是呃但是如果说设了大使馆我想中国大陆方面的要求也是很清楚啊因为如果说他在台湾跟台湾是有邦交在北京可以设大使馆那就是双重承认了啊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对于目前中方来说 态度啊是不可能接受的那所以那目前看起来的话呢也因此而中范之间陷入僵局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个目前全球啊有关于对台湾的态度啊变成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拉锯点啊这个热战区时间到了拜拜